父親對我們的影響 其實就是我們要做得好 不能丟臉 當然是一個壓力 但是這個壓力當然是好的壓力 其實小時候 跟父親相處實在很少 就是一個很尊敬的一個形象 我們小時候對父親的形象 是有一點點模糊的 但是又很敬畏 但是我知道他的風評 基本上他是非常厚道 然後就是中黨愛國 其實我在從政以前 我是對政治很冷漠的 甚至有點討厭 因為我自己是念法律的 當時我記得我在律師的訓練所 我還有擔任講座 我還講說 為什麼律師讓人家那麼討厭 講的就是學法律的政治人物 與其去被動的 用人家制出來的法律 然後說這個法律怎麼定成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你為什麼不去決定法律的內容呢 我從政並不是說 為了要佔什麼位子 就是說當你有機會的時候 你有沒有充分利用 我們好好做 事實上人家講最可惜 但不是我落選 而是我把桃園弄升格 結果第一屆的市長居然不是你 離開這個縣長位置 大概一個多月 當時中華職棒聯盟就找到我 他們認為我滿適合 主要是我當時在縣長任內 把桃園縣的六級棒球做得非常好 當時桃園縣八個 全國八個代表權 我們通常拿了四個到五個 而且都是可以拿到冠軍的 很多人說你又不會打棒球 又不是選手 為什麼會去做會長 可是事實上 會長要做的事 並不是打棒球 它裡面的事情剛好都符合我 原來的專長 它裡面最多的是智慧才能權 來球員合約啊 電視轉播權啊 球員的肖像權啊 國民黨在桃園岌岌岌可危啊 因為調了以後 沒有人特別去經營的狀況下 現任中央地方執政都是民軍的 相對艱困難 但是我相信也不是說 藍軍沒有可危啊 我比較不喜歡去玩這種藍綠 惡鬥的這種事情 因為我覺得其實還是 立法人重點還是 在給人民過一個好的生活 老百姓給你機會你就好好做 老百姓讓你休息一下 你就休息一下 沒什麼大不了